好 回到第三節 如果這節太多話說的話 可能會開第四節 剛才領子還沒罵完 還沒罵完我們應該怎麼說 最入獄的部分都還沒說 首先這東西不是香港政府拿著的 應該是外國勢力持有的 原來德意志銀行拿了二十幾% 另外一間叫TCI 以前追擊過華人事業的兒童基金 這小孩子這麼兇嗎 兒童基金是大人拿的 那是兒童的錢 現在叫基金好像靈世惡 戰鬥力強一點 所以我剛才問的問題就是 這些香港的公共資源 被人拿了之後 這些錢去了哪裏 結果就是你又是拿來派給股東 股東結果還不是香港人 那你變了其實就是 你真是批詐紋之文膏 以商業角度 他做生意 爭取最大利益是沒有錯的 第二 股東要拿最大的回報也沒有錯的 他是德意志銀行或者TCI基金 他要壓榨你香港人的錢來增加他的派息 也沒有錯的 是你香港政府錯的 所以其實來來去的argument是說有些公共資源是不應該拿去變成商業機構來運作 對嗎 沒錯啦 因為如果這件事 最後你每樣的公共資源拿去 是商業運作的話 你可以警隊外判 你有沒有看零王呢 那間監倉是外判的嘛 變成那個 那個變成一個怪物出來的那個 那個大咪 最後變成一個怪物 消防外判 付不起錢嗎 不要夠火了 有它先燒一下 這樣就變成了 首先電話打 你打算給多少錢 你打算給多少錢 40萬 所以沒可能每一樣公共資源是變成私有化去商業運作 其實最好私有化是什麼呢 水務局 你不要喝水啦 你去買蒸餾水啦 是不是 半個月 加你一次價 半個月review一次的水價 是不是 你不就不要洗澡了 開梳了 那麼爽 沖那麼多糧 其實衣食住行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當年是要容許行會這樣做 梁振英有份的嘛 行政會議召就人嘛 劉武雄底坐牢就是這個原因嘛 政府做的壞藥全部沒有份 你現在罰一個 這個世界就是陸續有來的 還有閣了香港人 罰香港人 你香港人當年贊成領會上市那群人 現在不是 他們其實很多人自食惡果的 很多住在公屋拍實手掌 好了 以前房屋處 管理到會現象器 給外國人管理好的 是這樣的 那些人當時這樣說的 還有就是 那時候也有一群港豬就說 你這群人都開始說 阻礙香港發展 是呀 經常都說這句的嘛 是啊 立刻令我想起這個高鐵 高鐵也是三跑也是嘛 高鐵也是三跑啊 那時候現在那些人拿出來說 當年地鐵是不是可能很多人反對 現在沒有地鐵你就知道未到啦 怎樣跟 兩樣東西來的 現在是全部重疊了嘛 高鐵是跟所有東西 重疊了而且沒有經濟效益嘛 當年人家已經說好所有東西 是解決不了的 還有呀 你去到廣州南站之後呢 我不用多了 如果你要去這個珠江新城 我都不說東站了 去珠江新城呢 起碼四十分鐘車 是 還有呢 還有坐新錦湖 沒錯 比新錦湖還差 不如我坐直通車 不要那麼生氣 新錦湖 我坐五十五元現在 不知道有沒有價格 可能都是 一塊水 一塊水嗎 一塊水 我沒有回答了 我都沒有回答了 我不回答你通常都是 不是呀 我早幾年試過回答一次七十元 加了一點點 以前說九幾年是五十五元開始的 一直加價 現在不知道多少錢 如果網友知道可以回答一回答 所以我覺得這些共業 大家一起 好像 就像你講的高鐵一樣 嗯 我當年真的有一群朋友 都覺得在Facebook上跟我說 喂 應該起 不要妨礙發展 不要妨礙發展 我當然 和大城市接軌 其他大城市都是這樣 為什麼香港沒有 說這些 但竟然我有個公司 有個伙計仔 啊 一向都說是聰明的 他竟然說了一句 他說 咦 其實如果他下來了那些人 我們不是更多競爭 沒錯呀 是啊 政府 政府就說 小子 你有錢 果然 不做公司 自己出去做老闆 我覺得這些是有條件做老闆的 所以上次網友問 哪些人適合做老闆 我覺得要有一點反叛性 絕對 你不反叛怎麼做 政府說什麼 你都信的 你怎麼做 你怎麼創業 你一定會被人煽的 你這麼信蟲 是吧 有很多反對派 自己做老闆 你也知道嗎 一定要 反對派 你不能打工的 因為你很難接受那些廢物 成為你的老闆 或者你的上司 你想一下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見到別人做這件事這麼絕 你一定會受不了 你會罵 你會跟他 好像對抗政府那樣對抗 沒錯 那你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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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即落這些怨氣 其實是很不開心的 即是你癌症就這樣來 不如我自己 你伸展 抱負 說回這件事 剛才 其實是兩個禮拜前 沒錯 兩個禮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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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個禮拜大肥 對呀 總之上一集你在這裏之後 有網友就 問我吧 不過我不管 問你 當然問你 我這些 硬著頭皮回答 有個網友就Mobile Mobile 我不知道是不是讀錯了 大眼不露都對於什麼 那他自己是一個 30歲左右的 差不多30歲的 一個 Graphic Designer 平面設計師 那他就說 其實很想自己做一下創業 沒錯 但是呢 他有幾個問題 不如你試一下 你講一下 他有幾個問題 即是他覺得自己 其實我們上集說過一次 不過 這集本來是等你講的 因為我們三個人都答了 答了嗎 哎呀 糟了 我那次 你回答了 我們留下今天 一定要讓你再答一次 其實我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哎呀 那次 就好像沒有聽 我有聽到大肥了一節 因為我想聽聽他說的話 其實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先走出第一步 我有個提議他是什麼呢 如果他怕說話的話 我覺得他要做麥當勞 做一些要面對人的工作 因為其實呢 以現在的Graphic Designer來說 是不優勤找事做的 是 是不優勤的 我們都告訴你 行內很難聘請人 你要聘請 你要聘請的話 你PM我吧 我也有很多朋友介紹給你有事做 即是你不怕退休了一份工作 去做 甚至乎你不退休的話 就晚上做麥當勞 或者做71這些 就試一下接觸人 而且真的要面對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對於發鏡說話 話說大人呢 當年我未至於說不懂說話 我一向都多話說的 但試過有一次 老闆跟我說過 你明天要去澳門做一個Presentation 面對300至500的人 我有點害怕的 始終沒試過 第一次 對這麼多人是另一件事 由我那些不怕說話的人 我都要去另一個步驟 即是向上走 但結果我對著鏡子 怎樣呢 沒有的 你拿一些重點 千萬記住 如果你對人說話 你不可以照背 照讀稿這些是廢柴 一定是拿Point 然後這樣說 結果那次我也算是順利的關 當然可以少許甩漏 其實最好 這些Case的話 比你做麥當勞 或者七十一這些 是沒有東西 不拍錯的 不會因為這樣就解僱你 他也請人 其實他也不容易請人 其實一定要試 還有我也有一個理論 如果你真的想做自己的Product 也好 怎樣也好 我跟他講的蘋果理論 蘋果理論是說 凡是任何東西 包含你創業好 或者做一些新的東西都好 你不走出第一步 你永遠不會有第二步的 什麼叫蘋果理論呢 就好像一條蟲 你轉到一個蘋果裡 你首先你真的要轉了 你找一個位置 轉去先 就像現在的Case這樣 你就轉去麥當勞 先試一下吧 進去就馬上試一下自己說話了 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心之後 將這些方法 試一下自己 真的解僱了這份工 去商業登記處拿我登記 然後 從你以前認識的客戶到 其實我意思是一個原則的就是 解僱了這份工 出了門口 就不要再想一些什麼 叫回別人以前的客戶 我公司都試過被人叫客戶 如果他是用一個很正確的途徑去叫我的話 是因為我們公司自己本身的 競爭力 競爭力不好的話 被人拿了 其實我沒有怨的 我真的沒有怨的 這方面是沒辦法的 好像剛才說那個聰明 他其實拿了很多客戶 但我覺得他要做得好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你的opportunity cost 的問題 在創業 假如你那份工 工對你來說真的很重要 我每個月重要 可能在供樓 例如 可能是真的很影響你創業的 如果這樣的話 對不起 你真的要想清楚了 不過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我當年創業 不會好得過你多少 我一個月都沒有梅媽 我那個年被人踢走的時候 遣散的時候 沒有梅媽那麼多錢 沒有梅媽那麼多錢 他三皮膩一個月 三萬多 坦白說 香港很多整個家庭 都沒有三萬多元總收入 我那時候只有兩皮膩 對不對 還要買杯麵去頂 你是不是先行賣 首先你要自己問你自己 剛才Johnny說得非常好 你一個是不是 就是有一點點 叫做什麼呢 反悶的人 反悶 你要當自己強行革命的 其實 沒錯 你不可以一方面 就是在你自己的生命裡 爭取的革命 你一方面搞革命 一方面我又 哇我旁邊 哪個同學 又叫他婚生 我兒子 兒子又讀哪間 又玩play group 又不知道要讀哪間名校 有人幫他補習 又不知道什麼 我又要把名牌 喂你還看完那些東西 你正在搞很大意義的事 是啊 好像剛才那樣 你不會想著 就是一方面你一直在搞革命 一方面我又要去學藝術 沒有的 又要去哪裏玩 又要去日本旅行 去歐洲 不是吧 實在沒有的 你一定要取捨 你要選自己的未來 還有我看到你如果30歲的話 其實值得博的 現在還值得博的 我都是30歲才開始創業 其實創業有一個人版一定要用來做指標 例如呢 那叫邵日夫 1967年邵日夫是65歲 他還搞TVB新生意 所以創業其實是無分年齡的 我覺得 創業我覺得首先第一心態是追求改變 你其實是追求不穩定的 某程度上 是啊 如果你是很喜歡穩定 你是一種無限精神的 我很想看 我很想安全 我每個月一定要有錢進去歐洲 你絕對是做不到創業的 創業其實都是一種賭博 其實有少許賭徒性格的人才能創賭業 坦白說 起碼夠膽 你會有夠膽輸你才夠膽贏 未必個個個賭錢 但是賭得錢的人 你一定會越了輸 不然很有趣 講到賭錢 我以前也有打麻雀 但是這十年我完全沒有碰過 有生意做 有生意做 我的精神 我好像說拉斯維加斯 我看見那些賭桌 我輸20元 你跟我走 我沒有興趣 你是這樣玩一下 因為你有寄託 因為你的人生 你做那件事已經是冒險 沒錯 你好像在航海 你已經將最大的賭博 賭在你的人生和你的生意 你不需要再賭 我以前曾經是一個病態賭徒 我試過 因為沒有生意做 你一個人沒有了希望 你會拿一件事去取代 或者寄託 所以 去了賭錢 最後當然是輸了很多錢 現在就算你弄一副麻雀在那裏有幾個人 說得明是水語 在我面前 我都不想打 沒有興趣 因為第一我拿不到樂趣 而且我都經常跟別人說我沒有退休日期 因為我覺得做生意很好玩 很開心 我都說薩惠夫這樣有 所以我現在 薩惠夫做了一個百歲 上市公司主持 早幾年我都不明白為何李嘉誠每天都要上班 他用樂趣來的 沒錯 李嘉誠一退休 翌日就死了 就是好像 老人家沒有寄託 翌日就死了 以前有個高官 曹廣榮 他一不做的時候 吵架 他一不做就立即上班 不是他是生癌 其實我覺得你做生意的時候 或者打工的時候 有個激素 令到你這個人 充滿活力 充滿活力 千萬不要退休 李嘉誠不能退休的 他一退休就死了 所以我都跟我老婆說 我不會退休的 直到做到 何鴻生就退休了 快要去醫院 所以很蠢的 如果你打算退休 其實有程度上 你會令到你自己 整個人會真的 沒有了目標 是斷了的 很簡單 如果你追求穩定 一定你會發現 每一樣東西 有機會影響你的穩定 都是你的阻礙 你每天就面對不停 好像有人阻礙你想穩定 每天就面對不停的困難和失敗 令到你覺得很辛苦 如果你不是追求那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那些東西 是一些你不想要的東西 還有我看回這個案子 這位哥哥 我猜他現在 第一他真的很想要抱負要實踐 其實這個抱負你不實踐的話 我覺得你會怨你自己一輩子 會抱含 起碼你試一次兩次 不行才算 反正你第一年輕 第二 他提過一些案子 就說他想買一些精品 我有一點點提議 例如說他現在有兩種做法 第一做回你自己的設計本行 我告訴你不優做的 你可以找回以前的客戶 說我現在都做設計本行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哪一方 平面設計會不會做APP 會不會做web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我極度提議你 學習web和app的簡單的programming 因為現在學的門檻不會很高的 因為你有了這個之後 不管你第二天 管理你自己的公司也好 很有幫助 起碼火器騙不了你 我看到很多公司開了很久 網站都還沒搞定 接著伙計說不行不行 原來根本就是 可能拖著他 你自己又不知道 你未必需要下手下腳做 但你起碼要知道 吃體 吃QC 我經常說要吃體 沒錯 而且都知道伙計有沒有困你 或者你的拍檔有沒有困你 你認識多一點 我覺得 現在我們在直播 起碼我們知道 是的 如果我們的營養員騙我們 是的 原來我們在對空氣說話 然後聽他再是Take 2 除此之外 我又見過想做一些精品 我個人覺得香港有空間可以做什麼 我未見過T恤是Taylor make 你試試可以做Taylor make 因為其實現在有些引驗的技術 是可以印在T恤上 例如Johnny和Tony 想做一件T恤的T恤 你可以將他的兩幅照片 變成一幅卡通的 然後賣給別人 其實這個可以經過 互聯網上高 去做一個平台 因為這個涉及到 剛才你說的成本問題 這個成本是什麼 其實很大部份是你的 技能 或者是你的天分 相對來說 還有技術 相對來說 這個你是少一點的 當然我不會建議你租一間鋪 你千萬不要 所以你會虧的機會 相對沒有那麼大 其實做生意最重要 你在最初的成本 就投入得少一點 就是用最低成本的方法 試一試 到真的有環境 再做大都未遲 千萬不要說一副三大 一次過又要租地方又要租 然後又要買一輛車來代步 幾十萬裝修 一早就租三年約 然後請十個八個夥企回來 女生又要請兩個 你說得沒錯 我正正就是 我有一門生意 所以我說我噴一下印刷的時候 我就試過做這個錯誤 就是請了一群伙伙企 然後整群人夾粉 投資了幾百萬 去做一間廠 結果就虧到 反而不夠我自己被人趕了出來 自己就空手入白癮 就上大陸找廠 賺的錢 原來更多 更多 所以你投入過資本 當然不代表一定會回到你的 沒錯 真的會扔下海 你反而很聰明地找一些資源 是比你更重要 比你更重要的 Smart work more than hard work 我非常反對 是 其實現在香港還有一門生意 現在多了幾個網媒 尤其是大網媒 例如香港01 據稱有三億的資本 是否叫人政變 是時候政變的 是時候政變 後來發呆發呆應該是改圖 改得很漂亮 改到真的像政變 是時候政變 因為社會撕裂 你香港人改變 怎樣改變 你良心下台就可以改變 你又不能下台 是不是 這個slogan 就算不改圖本身有問題 你怎麼改變 是的 你的改變 改變一定要下台 How 還有How 是啊 所以就算不改他的字 他的意思都是政變 是啊 因為現在 政府或親政府的人那種思維 他就會想 那些人搞事 經常都這麼多人搞事 如果那些人不搞事 香港社會就很和諧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解決了這群搞事的人 而不是要解決他提出的問題 而不是要解決這群人 大陸 是要解決那群提出問題的人 你現在不是要解決問題 那這個問題永遠存在 就是等於以前大禹治水 我們說 水 是要疏到的 不是蓋一些閘 閘住他 多少閘都沒用 以前呢 大禹之前那個他父親 就是因為 治王治水 失敗而被人家 不知道判死還是什麼 到了他做繼任的時候 被姚帝 被姚帝判死刑 阿信 被姚帝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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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呢 就去繼承他父親的那個工作 就是治水 他用疏渡的方法 你多作幾個洞 讓水能疏渡到 流到海裡 那就不會淹到 不會浸到 現在香港政府 和大陸政府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建水壩 在上面再加厚 強硬集住水 但是水越積越大的時候 到了爆發的時候 然後呢 大家一起一獲獎 不過我看到說 今年呢 是不是好年來的嘛 有機會 孔志生 孔志生寫的那段東西 就是那些每逢 不知道什麼東西要養呢 養年就會有大件事 因為以前呢 就說著 說漢朝的事 說回漢朝就是 呂候掌權 然後黃網散漢 知而此理 說到呢 六六年就文革 跟著就 十年浩劫 現在呢 已經是 他提早了十年來 因為正常應該是六十年後嘛 文革現在五十周年嘛 1966至2016 那麼他是早了十年來的 孔志生其實寫了很久呢 他 寫很多東西以前 我經常有看過 不過這段時間 小買了蘋果就沒有看啦 那麼他今天講的那篇 都講到大陸的情況 其實很嚴重 那麼我們可能 要講一點局情一差開 好啊 因為呢 現在大陸 其實那個情況呢 習近平是進一步呢 是走回頭路的 其實這個節目 我們以前在節目 我們都講過很多次呢 我是覺得習近平 是要推行帝制的這個人 因為他那個呢 他變化的實在就是 就是 從他的那種 蛛絲馬跡呢 我可以判斷呢 他絕對不是一個改革者 很多人期望 他是中國的 哥爾巴喬夫 但是我覺得 他只是中國的張勳 甚至乎 他是中國的袁世凱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知青 被毛澤東趕他上山下鄉 老爸又被人批鬥 又要坐牢又成 入入了牛排 但是他不單止沒有對共產黨 有任何的不滿 他甚至乎是覺得 共產黨是沒有做錯 他是要繼承共產黨 要維持回紅色血統 而鬥倒其他的所有人 所以他上台之後 不是只是搞江派 是團派的照搞 你看看他 由他在中南美洲訪問 他當時還是儲君的身份 國家副主席的身份 出到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機 鵝語貧困 三不折騰你們 你們有什麼好說呢 就是說那番說話 那番說話充分顯現出 他是一種獨裁者的性格 他是絕對要學老母 甚至乎他是要做袁世凱 因為現在你看大陸 所有的權力 他一個人攬上身 任何權利 李克強 以前的人笑朱鎔基 總理沒有總到任何一分 朱鎔基只是做總經理 朱鎔基 現在李克強連總經理都沒得做 總經理都被他做了 他現在李克強只是掛名 那個 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GM 可能是副總 總之都是美國銀行副總裁那隻 即是銀行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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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銀行副總裁 起碼在香港 起碼有五六千個副總裁 即是全盛機 我不知道的話 那時候去美國做展覽 收一些卡片回來 每個人都是VP來的 VP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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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這麼厲害 原來是銀行副總裁 銀行副總裁 難怪如此 那麼討論 你看到 現在整個政局 就是李習近平已經說了事 然後 推行大陸 現在 開始有人唱習近平之歌 唱彭媽媽之歌 開始選擇個人崇拜 而大陸的港電總局 最近下了很多命令 就是 不准拍同性戀 分外情 那些叫做 總之所有不對的東西 都不應該拍 即是說 人類 所有缺點都不可以寫出來 這個已經不是中國的社會 因為中國社會是充實主義的 是不是 那你只能夠做些什麼呢 你連抗戰都不行 日實有殺人 還有你不可以 撥共產黨 共產黨就推翻民國政府 沒錯 你只能夠做雷鋒 因為 毫不利己 專門害人 你只能夠做鐵人 王俊喜 怎樣努力 然後 劉沛蘭都不可以做的 因為劉沛蘭是烈士 劉沛蘭死得很慘的 那只能夠做一些最好的事 招御錄 捱得好 捱得窮 這些中國共產黨 建了國之後 那些 握握人的故事 令到人 違反人性 你做人 怎能夠毫不利己 專門利人呢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事 他就專門說了 跟著 正常社會發生的事 全部都不能說 那不用拍的了 真的不用拍電視的 是吧 喂 現在香港明星 回大陸 找不到吃的了 什麼都不可以拍 可以拍什麼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好拍的 還有 最離譜就是 原來連三國演義 他們都說 張飛叫什麼 什麼狂妄 關羽就是 什麼妄固法紀 已經批鬥到連三國都批鬥了 哇 坟墓出來這麼說 三國如果你說關羽是妄固法紀 為什麼妄固法紀 中國所謂的名著都是妄固法紀 尤其是水壺 殺人員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殺人員 對抗朝廷 對呀 那不可以做了 關羽是妄固法紀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說 那中國的名著沒有一本 不是妄固法紀的 是不是 我真的搜不出了 以後連西商記都不能拍的了 卯丹亭 西商記 桃花線 紅樓夢 不用說了 悔人悔道 是不是 這些東西全部不可以拍的了 還有什麼可以拍的呢 已經是沒有拍的 歷史劇一定不能拍的 因為歷史劇全部都是這些提出的 拍攝西遊記 拍攝曠日 全部攝曠日神劇 攝曠日神劇 拿著坦拉車撕爛它 這樣也不錯 用石頭撞飛機下來 其實是哪個合意來的 我真的看過他 大陸也見過的 我不是開玩笑 其實我有一年回鄉下 剛好做抗日旗盒 很誇張的 其實我問過大陸人 10個11個都說 其實我不相信的 當我是笑片 不過呢 笑片之餘 其實不是的 他們潛言文化 他們相信的 現在大陸小學生 那些志願好的 寫著要殺光日本人 是呀 他們是看到那一套 尤其是大陸近三四年來 因為那種叫做 文化那種斷層 因為共產黨什麼都不敢做出來 只是夠敢拍學日劇 其他不能拍的 你不可以拍文初 不可以拍滿清 現在不可以拍青莊劇 很多時候 只能夠拍道讚的 因為真的都不能說 你一講貪污 現在貪污嚴重一點 現在的和薪都不夠以前那麼離譜 你沒辦法的 以前中國都是和薪 現在全中國都是和薪 是不是 隨便一個深圳的官 講到兩三億 有些不像 不是 村長 兩三億 那些官小到 小到張建宗 每個好像那些什麼 好像那些官家是 馮偉剛那些官家 都說要做三兩億 不斷以一個那些異大陸 甚至乎可能 第二天 求僅其一個區議員 都要做三五七億 我聽過我朋友說 是真人真事的 他說第一件事 那個官爸爸 就給了10萬元 他說 結婚前讓你們去玩一下 10萬元 這是一個頭盤而已 然後那個結婚 他說 酒席那裏前面有些東西 拿出來 iPhone就要來做 抽獎 抽獎是第十名的 是 MacBook就第九名 是 一邊數數 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是什麼 原來放了一百萬現金 在那裏 是 大粒 是 很大一搭的 一百萬大陸來講 一百元 是 一個袋子 一個袋子裝滿的 所以其實 他們那些有錢度 我看到一些你估不到的 那些人 穿了拖鞋 然後踏了一架寶時捷的JEEP 我們叫做 它叫做海燕 而且是Turbo最貴的版本來的 還沒有掛牌的 就是說新買 他們的棍 還不玩上新買 最主要在羅湖上整條路都是他們的 有些農民你看不懂嗎? 不是農民,他爸爸是官來的 就是村官,是嗎? 剛才你說的那個,其實也不算是做得好十分的 被實名是iPhone,其實也不算做得好 真的坦白說 上面那種,大官貪污是用千億做單位的 那些小官,即是說芝麻到,小過香港的馮偉光那些 都拌三五七億的 那些講不出名的鎮,鎮仔那些,副鎮獎,都差不多六億 我們就給Operator發了 那我們今天加不加鐘呢,Tony 還沒有什麼話題 因為我們的話題呢 哦,是的,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這個頻道還是叫PASS應付 裡面的圖片寫著星期二的圖片 記得訂閱這個,如果不聽的話 不聽也沒辦法 其實有些話還沒說,不過下次再說吧 還有什麼還沒說呢? 還有那個十大金句,說一下一田那個 哦,是的,那我挺想說它的 好嗎?我們結尾吧 加一點吧,加一會吧 直接說吧,不要什麼了,直接說吧 其實呢,這麼巧,這個人其實是 都算是我的客人 我一向都有看他的網絡那些 我非常欣賞他的 其中呢,有幾個呢,我真的覺得 欣賞得不得之了 就是說呢,我最喜歡的那個呢 十個人的工作,就五個人做 出八樣的工資 我從來... 這是最好的管理嗎? 因為其實他這個呢,正正就是 我不是說認得厲害 我一直來講,我都是盤著這個理念 精兵制 精兵制 精銳的精 就算我身邊幾親近的人 幾接近的人都好 都發同一個錯誤 就經常以為那些科技呢 人多好辦事 還有... 人多不好辦事 我告訴你 十個人有四個人阻礙他做的 沒錯 然後你要再用多兩個人去制裁 管他 要帶走那四個人,不要吵我們 沒錯 我們都有類似的遇到經驗 對於這件事 還有什麼呢 兼且呢 就是說 經常覺得要做到很晚好事 才覺得好 我這個是極度反對的 因為呢 其實呢 你只會把那個怨氣 一邊層層疊 你想一下 一個家庭 容不容許一個人 經常晚上十一點鐘 十點鐘才下班 我們來做節目 就當是娛樂而已 就是當是玩一下 但是如果上班 天天要這樣做的話 試過啦 我老婆回來 那時候要打工 就回來之後發脾氣 十點鐘回來 那個女兒煮了飯 那個女兒那時候呢 我女兒那時候八歲 煮飯給她吃 嘩 有少少水多了 她竟然罵 哎呀我不吃了 接著我過兩天跟她說 其實我女兒不生性 煮飯給你吃 我說你不是打工打傻了 當然我怪她老闆 我說你沒有理由 即是你打一間公司 要你整天晚上喝OT 其實 是很辛苦的 你想一下 因為你十點多才回來 你衝過糧睡覺 你突然又來過 你沒有人生 最慘是 你回去我只想像一下這個情景 我已經想罵人了 沒錯 是正常的 所以現在呢 我很引以為豪 就是我公司 我真的六點半 以後你魚 被我見到你 我會問你你做什麼 其實一個好的老闆 你不應該看他回幾點 幾點走 我給你那個task 你給得完 我做得成 我就不理你了 你跟我回家睡覺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舒服 還有你的東西 準時交給我 沒錯 我要你的efficiency 我不是要你給我時間 你還要在公司 我還要開著燈給我 還要監管你幾點走 真的有空 大佬 又開冷氣了 你不用錢 還有 有很多人很蠢 就是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節省了什麼 工具錢 例如說電腦 我真的減死 見過那些人 現在用一些 我來講我不接受的 用Pantum 很低級的機器 兩支RAM 一支RAM 可能有些更低的 用你黑一點的時候 舊 變成開機 開了十分鐘 喂 大佬 開機十分鐘 關機十分鐘 你計算個人 第一 計算人工 我簡單一點 第二種就是 你看看客人要等他 都覺得你公司不爽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人有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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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如果一間公司 我能夠提供一些服務給你 快、靚、正的 我不會幫助你 你貴一點也給你 我又試過一個case 問一個哥哥仔報價 那些東西是fixed了 做好了 不是一些Taylor make的東西 他都報我三四天 然後有另外一個 三四個字給了我 那個明顯是貴5%的 我都給他 我可以獎勵他 是 因為我跟他說 你這種爽快 其實令到我 可能拿多一張生意 是 所以很多公司 我不是很明顯 IT也好 因為我自己負責是IT 不肯把錢打到那裏 我是令我戚戚清奇的 你寧願 起塊石頭 買塊石頭 封水石回來幾十萬 是的 是的 老闆是這樣的 尤其是中國人的社會 是的 寧願寧願拿幾十萬 就是找那些什麼大師 什麼大師 沒有錯 真的幫他看風水 就不會改善一下 火記做事的那些事情 流程 我都說 上一次我回去見到 我的同事開機 要三分鐘 我馬上跟我Technical說 你快點幫他轉SSD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明天不要浪費 因為你 令你的同事等五分鐘 幾寶貴 五分鐘 我要二十秒 你能開機 因為其實 亦都說 時間是買不到的 我們上次都說過 你和李嘉誠的時間是一樣的 但是香港普遍的人 在年輕的時候 只能賣時間出去 還有打工仔 都是把你的時間賣給老闆 是的 另外還有一個項目 我很贊成的 就是顧客永遠試 對的是錯的 這句是錯的 這句是錯的 很多人說 你說很厲害 我告訴你 我試過有一間大公司 香港很大 剛才我提過的公司 他要求我做demo 我做了五次給他 全都教他 然後他屈尾十 找到另一間做 我直接打一位 裁救部 他說 你們以後不要再叫我報價 那個人聽完之後 蛤?你說什麼? 他說 是啊 你以後不要再叫我報價 我不會再報你 因為你這樣 把我的東西拿走之後 如果他做了一件不公義的話 其實他自己內心有愧 雖然他覺得你這樣做是很瘋狂 但是我瘋狂 我經常都這樣做 是嗎? 我拍檔很開心 我那時候拍檔就贊成我 他說 好啊 你這樣做就好 你破虎尋舟 你找另一個好客人 通常我們都是 因為我們 有時候 我們去到球器的階段 你打了尿齊那些客人 你是不是要找我 真的是這樣 是的 那我也不想做他生意 因為一天就沒事 說回來 反過來他都不會給你好東西 而且你再不停地取得他 你對不住你那些對你好的 沒錯 沒錯 因為你時間就只有那麼多 你這麼人渣 我還要取得你的時候 那我不是對其他那些 找數又快又有禮貌 對我又好 又尊重我的客人 我不是對他好不住 同樣道理 即是等於說高鐵 香港被人 什麼叫什麼 邊緣化 邊緣化 也有按鈎的 喂 你就是要被人邊緣化 你才會自強不息 喂 梅媽這樣 你想想 如果女兒不是給她錢的話 她現在不是要去 可能收拾罐頭 可能她 喂 她起碼會節省 她就算不用收拾罐頭 她都不會去那麼大小 拿中緩 她起碼會節省 不會那麼大小 現在大小 老實說 九十幾歲是怎樣花三萬幾元 我又說多次了 以色列被這麼多穆斯林圍住 喂 最多科技是她 蘋果橙最漂亮是她 那是沙漠來的 是 是 就是因為迫出來的 是 人就是這樣 你不迫出來是迫不到 是 好了 最後一個項目我想 因為家事也要說 就是展覽 展覽會 你們有沒有 展覽會 你們有沒有一些經驗 沒有 我從來都沒有 我十幾年前有看過展覽會 之後沒有再看過 其實回答剛才的網友 其實除了去搞一些你自己的產品之外 我會提議她多些去展覽會 剛才說想創業的 尤其是創業的 其實為什麼要去展覽會呢 自己印定卡片 擔心到 找個 展覽會 拿到很多人的卡片 的確是 自己也要做好些卡片 記住 把卡片做得像設計師的話 把卡片扔少少本 做得好些 另外呢 帶一個tapman去 show一下自己的東西 這東西就不要貪便宜 買一個 又慢又成的 客人其實沒有什麼時間 如果沒有地址 例如一個寫字樓的地址 用著virtual office 先 可能是一個登記地址 是一間秘書公司 其實很便宜 我也經歷過這些階段 我開頭的時候 我借力打力 我噴話的時候 我沒有做reference 我就結盟一間 香港相對貴一點的 品牌倉公司 然後跟他談 我知道你貴一點的 不過我想借你做reference 放到網頁上 行不行 沒所謂 我當多隻腳 對 結果 這些大公司 可能 會談生意 會談 其實這些東西 有效運用 其實錢也不用這樣 不用 那你已經馬上有做reference 沒錯 就好像蕭榮斌 空手道 絕對空手道 好 那間廠不是我的 那我上去大陸的間廠 也好 香港的間廠 即是合理空手道 那些就是騙局空手道 我就去拍照 不是 蕭榮斌那些簡直是騙局 來的 那現在呢 只是找一些亞視的那些 那些伙記做了他的 棄子 而已 但你棄子都不出糧給人 這個 這個壞狗格 這件事是離譜的 就是 你找人幫你做 做一份老千 喂 你千門八將 正題反脫 風火除搖 你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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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些七個 你還要 那怎麼行 風火除搖 你還要 那你還要穿到老闆 我都說了 你做老闆 所以說這裏有兩個老千 不要這樣說 我今天不穿而已 三個 那其實呢 千門三將 展覽會還有什麼好處呢 你說你拿著 三千世界 也好啊 改了名字 這個想說 不過我們那次也說過 陳重青這個案子 哇 陳重青就是香港第一 高人 那我講回展覽會 我不想參與 因為跟那位哥哥仔 阿 阿 阿 他講回 其實展覽會有什麼好處呢 你自己第一張片 和再下一個 job reference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試試找些拍檔 然後拿去job reference 再去到展覽會 就跟人家聊聊天 練一下自己大膽 因為他不知道你是客 還是一個supplier 是 談到差不多 就對自己一張片 剛巧這麼巧 如果需要設計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那你可以接成第一張job 當然啦 你開頭做的時候 我提議你 取價不要那麼盡取 嗯 便宜一點點 做了 先拿了一個朵 還有呢 頭幾個用心地做 是 幾樣東西 你 沒有死的 沒有死的 電話要開 要被人找到你 我不知道你是否一些 性格派巨星 因為通常designer 都是一些性格派巨星 開頭都沒辦法 如果是創業階段 你電話 創業階段 我們現在好像有點性格 創業階段不行 沒有的 電話要開 休息幾下 你已經說 這麼快玩性格就不用做了 那我講的那些是我們 又回到差不多 又回到差不多 剪透力的時候 你不要想 所以呢 你去展覽會 有這些好處 而且我自己 其實我下個星期有票 我都會去做展覽 我去看展覽 今次我不做了 其實我都會去找sauce 而且在現場 你會找到很多sauce 因為這個很幫助你 做設計 如何能夠滿足 你只想到出來 你都要做出來 例如說 你可以找到一間印刷廠 或者印一些東西 是特別的 將你的想法 變成真 所以絕對是非常 我覺得展覽會 所以你自己留意一下 TDC 或者甚至乎 在近一點 廣州 深圳那些 你都會知道市場需要什麼 是 我要說說這麼多 那有補充嗎 Toni 沒有補充 這方面少些經驗 所以沒有補充 說回一點點節目的事務 我們會整個網頁 已經有朋友幫我們整理 遲些我們會給大家連結 所以大家就 可能archive都放在那裏 還有MPV MPV 重溫 就是在手機方面下載 聽 因為YouTube 如果你關上機 就聽不到 你要開著機 拿著才可以聽到 那都比較麻煩 而且會很浪費那個Data 你在街邊用 聽我們過半小時 已經可能去到你了 或者0.5 很多人都這樣 對 撐不住 所以我們盡量配合大家 那些東西慢慢來 我們又不是說一次過就搞定 是嗎 是呀 慢慢來 慢慢來 我們現在是表演創業 我們現在是 因為我們不是 現在是 推倒重來 重新來過 又另做戲 試一下那個執行力 看看我們的團隊 可不可以做到些事情 好 那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們再回來 下個星期二 是呀 是呀 因為下個星期我們可能要飛 所以我們盡量會在星期二才飛 是呀 是呀 還有我回來 我這次去Vegas 看完之後 我想看看我會把美國第一手 一些現場的東西 告訴大家 其實我也要看看美國的市場好不好 其實我看展覽有沒有看這些東西 除了看產品之外 我都會看看市面 市面 那些人問單的情況會怎樣 因為我有幾個朋友都在那裡擺 我會聽他們的意見 是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看看 換面的零售 那些人 人多不多 有沒有拿袋出來 我大約會知道 是 好 最後一點 我們弄好網頁 下載 下載 直播 會請嘉賓上來 這個節目 到時再留意 好 好 那節目時間是這樣 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